中华民国女子烫法美容业职业工会 全国联合会 将在5月23日在建国科技大学 办理2019年HBC国际杯美业技艺竞赛 22日晚间举行国际美业艺术家交流晚会 为活动暖场 也预祝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今天晚上是来自各国的选手 还有我们的评程老师 我们先一个交流的晚会 让我们有更完整的机会 能够互相学习成长 那从明天开始 我们又会有上千位选手 齐聚在我们彰化线 来做美法美容的一个技艺竞赛 那这个活动已经举办21年了 那我在这里也感谢我们联合会 那我们这个比赛 明天就开始了 那我也希望各位选手 在今晚我们这个交流晚会 我们尽量放松 那明天开始比赛 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看家本领都拿出来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那我们来自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还有中国大陆 韩国 甚至日本 都来肯定我们支持我们 我相信我们每一阶界 尤其这些成为艺术家的老师们 有这好的平台 让学生也有这么一个 可以装备自己 学习观摩 学习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 透过比赛 让我们的技术 可以国际接轨 我们技术的提升 对我们的业界 帮助会有实质上的一个益处 我相信呢 有这样的结合 让国内外的好朋友 让尤其是国外的 认识台湾 我相信我们做好国民外交 是我们每一个好朋友 应尽的责任 2019年HBC国际杯 美业技艺竞赛 国际美业艺术家交流晚会 主要让各界相关团体代表 评审委员 有更完整的交流机会 提供相互学习观摩的平台 活动现场也安排 杜皮舞及越南国服走秀等 表演节目 为晚会增添色彩 公益频道 许维珍 张华采访报导